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乖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国君搞什么 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 基地演训为什么不让我去受讯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还记得有一年的演训任务 我跟一个成功领的王姓老少校 一同参与了某一项比较劳力性的工作 说真的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老少校那么认真 跟他合作了三个星期 我真的有被他感动到 这种老少校真的很少 每天中午用餐过后 大家都去休息了 唯独他拿出了一本书 在大太阳的树荫底下看了起来 其实他的外表就不高 戴个眼镜非常斯文 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读书人 以他的能力升到上校 绝对没有问题 那他为什么没有入院学历呢 他叹了一口气跟我说 升少校后 他一直担任营参谋主任 及副营长 因为之前接过作战官 所以对演训各项工作都相对熟悉 不管是营上自己的演习 或是支援旅上别的单位演习 甚至是支援上级相关演训工作 他总是很认真 很负责的完成每一次的演训任务 也就是这样负责任的态度 以及长官的一再的拜托 买手于工作的他才突然发现 入院的管制年班他已经超过了 我听到这里相当难过 一个那么认真 那么负责的少校 他就只能停留在少校 到底是国家耽误了他 还是长官耽误了他 很多长官的观念都是 这次就先不要去进修身造教育吧 我需要你帮我 你明年再去受训 那如果每个长官都像你一样 请问他什么时候能去受训 长官们 听我一句话 少了一个人 部队不会倒 就让他去受训吧 有一次 我的单位也遇到了一个受训的情形 就是有一个班队 突然临时要开班 我是主管 我跟幕僚长报告 我的幕僚在报道名单里面 他要去受训 幕僚长竟然说 这太临时了吧 不行不行 他的勤务怎么办 他这样回应我 我也愣了一下 心里想 不是有补班机制吗 就按补班轮序 下去轮职 不就好了 我就跟幕僚长说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 我去帮他执勤好了 我是一个主管哦 我去帮幕僚执勤 幕僚长竟然说 这样的话就可以 我真的差一点就晕倒了 算了 为了让他可以去受训 我就帮他去执勤吧 又怎么样 所以各位主管管们 千万不要因为基地演训或各种理由 去禁止人员箭报受训 没有他部队真的不会倒 以上是我针对基地演训 为什么不让我去受训的说明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啰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务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 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